消磨命案 成宇看守所首日 吃好睡好找室友聊天 翻家这个令人发指的案件 竟然还吃得下 睡得着 真的是最逮毒CP 你后悔杀人吗 又性侵前科的男子成宇 与女友梁思慧日前社局 意外拍名 议约梁思慧好友诚信小磨碰面 再由成宇性侵虐杀小磨 还欺失在南港住家大楼地下室 然后两人跑到台中玩乐 盗刷被害人信用卡 被抓后 梁思慧还装无故装不在场 让人很火大 检方向士林地院 申请两人积压禁件获准 昨凌晨三点 成宇被送到台北看守所 所方人员透露 她补眠后精神好很多 早点名吃早餐 还跟两名室友交谈互动 至于梁思慧因为有钱 拒绝开放查询个资的个人资料 开放查询意愿表 台北女子看守所 只能表示她吃饭作息均正常 董新闻总和报道